十字座终于来了 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那好长时间没有开过第三方人载了 之前我们因为一直在做大套双 比如乐高的泰坦尼克号 比如乐高星球大战的ATAT 那今天我们来开第三方人载 这里边是哪一个呢 这里边呢依旧还是赠送了一个小配件 那这个小配件看上去莫不是一个酒瓶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觉得像什么的 别忘了在评论区里边告诉坏雪 来我们直接打开主体来看一下 这一次呢又是圣斗士的黄金人仔 那之前呢我们做了白羊座的木 做了金牛座的阿鲁迪巴 做了双子座的沙迦 做了巨蟹座的迪斯马斯克 那这一次自然就是 狮子座的黄金圣斗士了 那狮子座黄金圣斗士 它的名字叫什么 你还记得吗 记得的朋友 别忘了在评论区里边打一下 那这一个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 狮子座黄金圣斗士 艾尔利亚 那艾尔利亚呢 作为车田正媒笔下 塑造最成功的黄金圣斗士当中的一员 同时也是圣斗士心史黄金魂里边的主角 他一直拥有大量的拥躬 你是否也是狮子座黄金圣斗士的忠实支持者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用金属制作的乐高第三方人才 狮子座黄金圣斗士 艾尔利亚 那他呢 是神圣衣的装扮 你看背后是有翅膀的 所有的这一些圣衣的地方呢 身子啊 腰啊 脚啊 手的这边肩膀啊 头的部分啊 后面的翅膀啊 全部都是用金属做的 所以这一个艾尔利亚 颠在手里 分量还是挺沉的 我们来称一下他的分量 55克 来我们来好好观察一下他的一些细节啊 首先看他的头来我们把他的头拿下来 这个头上的面具呢是跟头发零件合在一起的 呃他里边呢直接就是金属看到没全部都是金属 那因为是金属所以配合上磁铁之后就能够牢牢的吸在人仔的头上了 那当中这边呢还有颗蓝宝石一样的设计 看上去制作还算比较精细 来再来看他的表情 这个人仔呢 那拔下来了啊 他呢是有两个表情 一个表情呢看上去像在愤怒释放大招 另外一个表情呢 似乎咬牙切齿 正在陷入苦战 来再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身子呢 全部都是金属制作的 嗯这一次他的头插进去的手感 比之前四个黄金圣斗士 是要好上很多了 再来看他的手 手呢也是金属制作的 呃做出来的手感 我觉得摸上去还行吧 掰动的时候手呢还是会稍微往外滑一点 不过掰起来已经比白羊座那时候进步很多了 也就是说他的精度呢 也是在不断的提高 但是呢由于他是用金属来制作的 所以身上的这些细节的刻画呢 是比不上那些印刷的乐高人仔的 嗯大家用金属做出来的这种质感 当然也是乐高人仔所无法比拟的 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圣衣呢 是黄银相间的感觉 但是他背后的翅膀呢 看上去就直接全部都是黄金的 呃这两种颜色的交替使用呢 也使得这一个人仔看上去 不会显得过于单调 但是这个脑袋真的 一定要放放正啊 不然的话 这个面罩下去之后就会非常的难看 那跟之前的那些人仔一样 这里边也搭配了一个展示盒 来我们看一下展示盒 那这个展示盒呢 他的背景依旧是叹息之强 外边呢是狮子座黄金圣衣的这个箱子 设计呢跟之前也是一样的 来我们把人仔放上去 最后把盒子套上去 来这一个狮子座 埃欧里亚 他看上去的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包装盒连当中金属制作的第三方人仔 价格呢跟之前也是一样 也是799元一套 这个价格呢 真的稍微有一些小贵啊 来我们再凑近 好好来看一下 他的细节表现 怎么样 这一个细节表现 你是否还能接受呢 那金属制作的黄金圣斗士 我们已经极其无款了 来 白羊座 金牛座 双子座 巨蟹座 以及狮子座 那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下一次再更新的话 应该就是处女座 沙迦了 那现在的这五个黄金圣斗士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留言 告诉坏雪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799元买来的乐高 第三方人仔 全金属制作的 狮子座 神圣衣 艾欧丽亚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